我老公总是往裤裆里喷香水 我不理解 谁家好人在那种地方喷香水 那种地方搞得香喷喷的是要做什么 闺蜜告诉我 她不是有病 就是喷给别人闻的 闺蜜的话 前半句我是不信的 因为我老公每天晚上都很热情似火 每天要是真生了病 怎么每天找我做那种事情 她就算有病 也是云与上隐症 那就是外面有人了 闺蜜在电话那端下了定论 我心下一沉 她的话很有道理 陆月之是典型的富二代公子哥 人长得又帅 交往两个月就向我求婚 我闺蜜当时还说 陆月之这个配置 这么着急和我结婚 特别像个骗婚的 她是开玩笑的 因为我们两个都知道 我一穷二白 陆月之娶我 只能耽误我喝西北风 你说的我都好奇了 那香水闻起来什么味 什么牌子的 能让陆月之这么喜欢 林元在电话那端又问 我瞥了眼放在门口那瓶香水 认真嗅了嗅 那香水就放在家里的玄关 一进门的地方 味道很冲 打开瓶盖 能瞬间灌满整个屋子 腔的人直咳嗽 回想起那个味道 我不由皱紧眉头 屈指捂住鼻子 不知道什么牌子 反正很难闻 是苦味 都刺鼻子 林元笑说 开什么玩笑 香水不香 那还能叫香水吗 我也扯扯唇角 我也问过陆月之一样的话 但她偏说是 笑着笑着 我突然想到什么 愣住了 等等 电话那边似乎也想到了一样的事 半嗓没有声音 漫长的寂静后 林元的声音从那边传过来 有些颤颤巍巍 姐妹 不会有毒吧 林元话音刚落 开门的声音突然响起 百草窟的新闻你听过没有 可千万要弄清楚 还有 别让她发现你 怀疑她 林元还在说话 我莫名恐慌 迅速挂了电话 再和林元聊天 陆月之进门 唇盼带笑望着我 言语温柔 我下意识把手机放到身后 点了点头 你今天下班挺早的 陆月之换了鞋 解开腰带 熟练地拿起香水 我老脸一红 转过身 几声香水地喷洒声后 突然 我被人从后方揽住腰 陆月之将头靠在我肩头 吻了吻我的脖梗 他语气暧昧前犬 都老夫老妻了 怎么还害羞 说着他就开始上下其手 我按住他的手 陆月之 今天不要了好不好 手里手机还是热的 和林元的聊天 我不可能转头就忘 香水不香 那还能叫香水吗 怎么了 不舒服 陆月之缓缓把我在怀里转了个圈 目光担忧地问我 我摇头 没 生理期 哦 有点可惜地说 我以为他信了 今天可以躲过去 书弟 他将我压倒在沙发上 我呼吸微醋 有些慌张地看着他 怕他发现什么不对 他似乎没有多想 勤起恶劣又放浪地笑 招招 说谎不乖哦 要罚 我松下口气 试探地伸手推去他 他吻了吻我的唇 是不是林元又说我坏话了 嗯 被他说中 林元是和我刚说完他 我推他的手 顿了一瞬 没有 我只是你能不能把香水洗掉 陆月之眼底划过一抹暗色 反问我 为什么 我不敢说怕他下毒害我 那不是在自寻死路 我只是不太喜欢那个 香味 有点冲 我弱弱地说 陆月之下河动了洞 眼瞼 合了一合 长出口气 像是有些疲倦 招招忍一忍 就快了 他嗓音里混着些哑 说完便不由分说 俯下身来 我却心不在焉 快什么 什么叫快了 难不成真有毒 我心里这样想 身体却忍下了这次 反正这不是他第一次用香水了 如果真的有毒 多一次少一次并没有分别 但我绝不能坐以待毙 隔天他去上班 我偷偷倒了些 他的香水 在分装瓶里 找了家实验室预约成分化验 我是个化手 嫁给陆月之 有地方住 有饭吃 接活全看心情 平时很少出门 距离我上一次出来 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 街道空旷 迎面走过来一个老头儿 挡住我的去路 我现在没心情关心乞丐 换了方向 想绕过他 我让他也绕 那老儿像是跟我作对一般 拦在我前面 在我要发怒之际 那老头儿悠悠开口 奇怪了 姑娘怎么满身拂水位 拂水位 我抬起手 闻了闻自己的袖子 我身上只有陆月之 那瓶香水的味道 难道那不是香水 是拂水 我正想着 那老头儿又开口 拉回我的注意力 姑娘 你我有缘 我见你急凶未卜 或存或亡 或生或死 看得频道 都有点糊涂了 我看向他 只见他捋着白胡子 长山上绣了个阴阳符 原来是个道士 我礼貌笑笑 道长 我不信这些 想挣钱你还是找别人吧 别在我这浪费时间 道士晃了晃头 指了指我的肚子 穷凶之兆 我醋眉 看了看他指的方向 正是我的小腹 脑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那香水果然有问题 那老道 又说 婴孩至阳至阴 可助半阳半阴者还魂 姑娘最近可遇过什么怪事 她说的话 我一直半解 不知道什么意思 但怪事却有其事 是有一些 那就对了 老道伸伸手 五十 扫码还是现金 把牌子还在摇晃 我顿时无语 差点真信了他 那老道见我面露鄙夷 解释道 姑娘 干我们这一行 也要吃饭的吗 我不想和骗子纠缠 从钱包里 抽出一张红票子 拍到他手里 继续往前走 老道是刚走 还没等我走进实验室 我却远远地望见陆月之 这家实验室毗邻市医院 陆月之正往医院里走 他怎么会去医院 我不记得 他最近身体有什么不适 香水成分 可以晚点化验 跟踪陆月之的机会 势不再来 我脚步一转 跟在了陆月之身后 怕被他发现 和他隔了很远一段距离 我差点就跟丢了 他一路兜兜转转 我以为他会去南科看病 但是没有 他去了一间病房 隔着玻璃窗 我看见床上躺着一个女孩 脸被一气遮住了 我看不见 但我确定 那是个女孩 下一秒 陆月之握起他的手 放在脸颊上摩缩 我睁愣住 脚下像灌了签 大脑一片空白 眼睁睁看着陆月之腹下身 吻在女孩脸上 我想起闺蜜的话 她不是有病 就是喷给别人闻的 最近注意力 都放在香水 可能有毒的事上 都忘了找她出轨的证据 但此刻 事实就摆在我眼前 陆月之出轨了 气血上涌 我想冲进去质问她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不喜欢我了 离婚不就好了 何必骗我 我刚迈出一步 小腹突然有些疼 捂着肚子 我突然想到 陆月之既然出轨了 那么那瓶香水 极有可能是专门给我准备的 让我消失 好给她的情人让路 或许她不想分财产给我 或许她怕我死缠烂打 总之 她想除掉我 也对 反正我在这个城市 孤身一人 家里母亲去世 父亲只在乎弟弟 只要陆月之 按时打钱给他们 我死了也没人知道 以她的身份 要处理一个像我这样 没钱没背景的人 实在太简单了 我扶着墙 捂着肚子 额头上渗出丝丝冷汗 慢慢蹲在地上 地板上溅起水花 我才意识到我哭了 路过的护士 看我蜷缩在角落 拍了拍我的肩 女士 你怎么了 需要帮助吗 我抬起头 眼泪糊住了眼睛 模糊看到一张女孩 白皙的脸 她俯身地给我一只手 衣服蹭到我脖梗上 有些微微的痒 我抓着她的手 站起 那只手冰冰凉凉的 缓解了我内心的焦躁 我想比起哭 我更应该弄清楚 陆月之的出轨对象是谁 我没事 能问一下 这间病房里住的是什么人吗 她很和善 在没有泄露病人隐私的前提下 透了一些信息给我 道 住了一个植物人姑娘 游停久了 男朋友对她特别好 每天都来看她 一待就是半天 你也是来看她的吗 植物人 我还没来得及惊讶 病房门被推开 陆月之从房门里走出来 她看到我 悚然一惊 你怎么在这 我看见她也是一愣 但随即想到 我有什么好心虚的 明明是她背叛了我 我怎么不能来了 不来怎么知道你背着我 都在外面干些什么 她意识到 我知道了女孩的事 上前两步 来抓我的手腕 招招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甩开她的手 别碰我 你听我说 我可以解释 好啊 你说 我倒想听听 你能找出什么借口 陆月之垂下眼眸 喉结上下滑动 声音有些哽咽 里面的女孩 是我对不起她 是我的失误 把她撞成这样的 她没有亲人 所以我才每天都来照顾她 我冷笑一声 呵 照顾她 照顾她都照顾到嘴上去了 她眉目一瞬睁大 肠结 颤动 你都看到了 我看到她的反应 满腔弄火 肚子越来越疼 对她彻底死心 陆月之 我给过你解释的机会了 可你还在骗我 头上冷汗越来越多 我咬着牙 忍痛怒道 你每天回来都要喷香水 是怕我闻到你来过医院是吧 还是香水里 其实有东西 你想杀了我给她 让地方 陆月之没吭声 默然垂下头 我自嘲地笑了笑 你放心 我不会缠着你不放 我们离婚吧 说完我转身就走 陆月之的挽留声 回荡在医院走廊里 招招别这样 陆月之追过来 拉住我的手腕 说了别碰我 我奋力甩开 她用尽了全部力气 一挥手 肚子疼到整个人脱力 我脚下不稳 脑袋昏昏沉沉 向地上摔去 招招 模模糊糊间 是陆月之 朝我冲过来的画面 醒来时 是在家里的床上 陆月之 吹了吹汤汁里的药 试了时温度 递到我嘴边 招招 来 把药喝了 她声音浅全 若春水般柔和 让人沉溺 但我看着她的样子 莫名连想到 大郎 该喝药了 尤其是我还没忘了 她出轨的事 我偏过头 陆月之 别再假惺惺的了 她似是没听到我的话 反而倾吓了声 放下药碗 贴在我耳边 念如道 招招 你怀孕了 你知道吗 我们又有宝宝了 我脑中一道惊雷划过 犹如实话 我居然怀孕了 在陆月之出轨之后 原来肚子疼 不是她要杀我 是因为我怀了孩子 她揉搓着我的手指 又道 买药喝了好吗 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孩子考虑 我哼了一声 我不会生下她的 这孩子我会打掉 你不用担心 陆月之刹那间慌了神 捧着我的头 迫使我看向她 招招我错了 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 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 不能 我默然看着她着急的样子 心里在辨诊 她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要什么都可以 她忙不迭点头 可以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绝对不能打掉这个孩子 钱 房子 公司 你的家产都给我 愿意吗 给 都给你 我说到做到 我扯了扯嘴角 那我要你 再不去医院看她 再也不用那瓶香水 你能做到吗 她睁然 而后别过头 沉默了好一会儿 我心中泛起 一阵荒凉 财产都可以毫不犹豫地给我 却不能不去看那个女人 还是个植物人 她得有多爱她 就在我以为 我等不到她回答的时候 轻轻地一声传过来 好 我答应你 她又端起药碗 咬了一勺 吹凉 送到我嘴边 最后我还是喝下 她喂过来的药 算是和她达成一致 我是真的很爱陆月之 她给了我 我从小到大 最渴望的爱 哪怕现在变质了 她灿然笑起来 太好了 招招 我就知道 你舍不得我们的孩子 也舍不得我 陆月之神色欣喜 吹凉了药 一勺一勺喂给我 看上去 很爱我的样子 结婚以来 她一直对我很好 我想给她这一次机会 不只是为了我们 也为了肚子里的孩子 可随着肚子越来越大 我很快就发现 我错了 一个人贵得越容易 也越容易死心不改 陆月之的确 再也没用那瓶香水 她改用了熏香 加了些其他香料 虽然变了些味道 但我依然能闻出来 和之前那种味道 是同一种 这没什么 只要她不再去医院 我就可以当作没有闻出来 但当我从她的外套上 发现了一根女人的头发时 我就知道 她又去找她了 这次我没有声张 也不想和她理论 我想先剩下这个孩子再说 怀孕已经六个多月 现在打掉不仅会 使我身体受损 而且一个生命 在我身体里待了这么久 基于人类母性本能 我舍不得她 但陆月之似乎是察觉了 我态度上的变化 她找了人来看着我 我的手机电脑被她收走 换了新的安胎保姆 每天守在屋子外面 听着我的动向 我自然是不同意 想要偷偷离开 却被保姆捉住 然后我被陆月之囚禁了 怀孕的我根本没法和她对抗 她把我关在家里 我大部分时间 都自己一个人待在卧室 陆月之晚上下班回来 会陪着我吃饭 带着我看电影听音乐 和宝宝说话 俨然一副爱妻爱子的 好父亲形象 我每天冷眼看着她眼 不再关注日期变化 过得浑浑噩噩 心里想着 先安全生下孩子 其他再说 我成日里只知道吃饭睡觉 楼上楼下留个弯 算是锻炼身体 世界安静无比 仿佛只有我一个人 保姆安姨从不和我聊天 我总是不住地想 陆月之困着我做什么呢 她既然有了喜欢的女孩 放我走不好吗 为什么一定要我 给她生下这个孩子 东风刮过 吹起一阵刺鼻的香水味 我豁然想起老道的话 我记得她说什么 半阴半阳 助人还魂 我漠然想起 医院的植物人女孩 她算不算半阴半阳 难道陆月之 想借我的肚子 生一个孩子 让她痊愈 我被这个想法吓到了 这太过离奇 作为一个从小 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 我无法接受 这样荒诞诡异的事 可我又找不出其他理由 我生下这个孩子 她就会放我走了 我怀着这样的心情 隐隐有些期待能够逃离 可我转念又想到 若真的是这样 那这孩子会是什么下场 就在这样神经兮兮的幻想中 我足跃了 一天 我察觉到腹部开始攻缩 紧接着 在我下楼的时候 水从身下哗啦啦流出 我没有任何生产经验 只得高声呼喊 安姨 救 救命 帮帮我 保姆急着奔过来 把我扶到沙发上 打了电话出去 然而并不是被车去医院的电话 在我的惊恐中 她叫来一个和她年岁相仿的产婆 把我抬进了卧室 我肚子痛得想死 看着他们身后匆忙归来的陆月芝 惶惶大哭大喊 你们要做什么 我要去医院 陆月芝 你个畜生 你居然想要害我 你到底要做什么 此情此景 陆月芝不让我去医院生产 找了两个民间产婆 就要帮我接生 我合理怀疑 她是要去母牛子 她要借着生产 将我除掉 我嘶吼着 腹部的痛感和心中的绝望 将我压垮 我除了嚎叫什么也做不了 没想到陆月芝拉着我的手 对我说 招招 很快就好了 你忍一忍 不会有事的 你相信我 我连甩开她的力气都没有 只想把体内的 不属于我的那部分排出去 结束这场痛苦 直到听到婴儿的啼哭 我知道我顺利生下了孩子 太累了 真的太累了 我下体撕裂一样的疼 痛到我觉得这么死了 也挺好 脑袋昏昏沉沉 筋疲力尽 我闭上了眼 陆月芝没有杀我 我并没有死 我醒来时 她不在 孩子就躺在我身边 是个男孩 我握着她的小手 作为哺乳动物 与生俱来的母爱天赋 让我对她爱不是手 我把她抱在怀里 轻轻摇晃 给她了个名字 叫小黎 希望我们两个 都能早日逃离这里 离开陆月芝 生产顺利 孩子就在身边 我也没有死 长久以来 坠坠不安的心 逐渐平静 我再怎么怀疑陆月芝 但她并没做出 实际上伤害我的事 那就够了 我不想再去思索 她要干嘛 和那个女人什么关系 我现在只想保护好我的孩子 可我还是太天真了 我一个刚刚生产过 尚在月中的女性 自己还被人囚禁 哪有力量去保护我的孩子 起初 我只是发现小黎身上 有一些细小的红点点 我还以为她是生了什么病 忙找陆月芝商量 带小黎去看病 陆月芝安抚我 舒适新生儿红班 让我别担心 拉着我坐下吃饭 我还是怀疑 但安怡是产婆 她也这样说 我稍稍放下些心 陆月芝加了块猪血肠 胃给我 说 已行不行 朝朝多吃些 我一边担心着小黎 一边愣愣张嘴结果 而小黎身上的红班 越来越多 我觉得不能这样下去 强硬地要带小黎去看病 陆月芝答应了 但她有条件 说我身体尚未恢复 十月怀胎 将近一年过去 又赶上一个冬日 怕我受寒 不让我跟着一起 我如果不答应 她就打算拖着小黎的病 她拿孩子做威胁 我没办法反驳 虎毒不食字 陆月芝即便出轨 但她也是小黎的父亲 真要做什么 她早就做了 陆月芝带孩子去看病 回来时告诉我 小黎过敏了 需要住院观察 她让我好好养身体 等出了月子 就带我去看小黎 她沉声道 朝朝不要担心 你怎么喜欢她 比喜欢我还要多 我都要嫉妒了 我在内心冷哼 当然比你多 我儿子才不会出轨 见不到小黎 我每天心急如焚 时不知味 寝不安息 好在陆月芝每天 都会带小黎的照片给我看 让我能够放心些 我和她说 要是能打视频电话就好了 我就可以和小黎说说话了 可是陆月芝 靠在我的肩上磨蹭 低声诱惑 但是朝朝拿到手机 就会想办法逃跑了 怎么办 我不能没有朝朝 我还生回 陆月芝 你总不能囚禁我一辈子 她回避我的话 温柔笑笑 朝朝不生气了好不好 她越温柔 我越厌恶 等出了月子 接到了小黎 我就不信我没办法逃跑 我每天都很配合地养身体 为逃跑做准备 安姨说 我生产时失血过多 所以每日乌鸡汤 猪心肝伺候着 我虽然不喜欢 但为了早日见到小黎 每天都会吃光 安姨准备的定量 终于熬到足月 陆月只答应我 第二天 就带我去看小黎 带着我早早歇下了 那晚躺在床上 我因为就要见到小黎 很兴奋 日日进补 我有些干火旺盛 加上冬日里地暖旺 我总是觉得热 太热了 热到夜里我口渴 身边的杯子正好空了 我起身去倒水 陆月只察觉到我的响动 撑起半边身子 嗓音含混带着些哑 这个混蛋的声音 一直很好听 怎么了招招 睡不着吗 有点渴 没水了 我下楼去到一些 陆月只揽过我 亲了亲我的脸颊 我去吧 你乖乖躺好 我心里一阵厌恶 明明外面有了女人 还能如同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装模作样 像以前一样 对我温柔 要冰水 我吝声道 许是过于燥热 我躺了一会儿 心神不宁 于是下楼去找她 想趁此凉快凉快 厨房没开灯 只有冰箱里亮着光 只一杀 我瞥见冰箱里 有一团黑色的绒毛 那是什么东西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应该说 从来没在饭桌上见到过 因为我不会做饭 几乎不去厨房 偶尔会取一些零食 但坐月子怕寒 一个月以来 安逸都没让我碰过冰箱 陆月只关上冰箱 手里拿着冰水 回身看到我 吓得退了一步 但她并没有生气 反而牵着我的手 柔声问我 你怎么下来了 不是说好 我拿给你 她拧开冰水递过来 嘱咐我不要多喝 搂着我上殴 可我脑海里 那团黑色的绒毛挥之不去 总有些不好的预感 因为那黑色的绒毛 看起来 我撞开陆月只 往厨房跑 冰水洒了一地 她猝不及防 没能拦下我 我拼力跑回厨房 拉开冰箱门 看起来像头发 冰箱里 小黎的尸体 躺在夹层上 全身灰白 结了层霜 她的胸口被掏空 血肉模糊 鲜血淋漓 我仿佛被冰箱 释放的寒气冻住了 一动也不能动 我眼睁睁 看着我孩子的尸体 躺在冰箱里 被人掏空了 小小的躯体 她闭着眼 是那样安详 可是身体又是那样 血肉狼藉 皮破肉烂 除了脸 没有一块好肉 肉腥味 顺着冰箱 飘进我鼻子里 我只听见心脏 一下一下地狠跳 胃里忍不住翻涌 控制不住地要干呕 肩膀突然被温热的 手掌覆盖 我浑身一颤 陆月之猛地 把我拉到身后 咚的一声 关上冰箱门 我双腿都下软了 浑身发麻 小步小步往后退 胃里排山倒海 陆月之过来拉我 招招 别过来 我快退几步 男男着 还阳 你杀了小黎 去给那个女人 还阳 是不是 难怪不让我去医院生产 因为这样 世界上除了我 小黎的存在 你杀了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我仿佛魂魄离散 嘴里喃喃自语 大脑轰鸣 失神到双瞳涣散 招招 别乱想 你看错了 陆月之趁机抓住我 我挣扎着往后退 他直接将我扛了起来 你放开我 你个杀人犯 为什么要杀我的孩子 我拼命锤打他 他都不理不睬 你娶我就是为了生孩子 给那个女人还养吗 你说话 我发了疯一样质问陆月之 问他是不是为了医院里的女人 杀了我的孩子 他不回答我 只是把我丢在床上 床太软 我扑腾着爬起来 跑到门边 他已经锁上了房门 我拍打着门 敲红了手 咚咚咚 没有人理我 不许走 陆月之 你给我回来 放我出去 我的手慢慢无力滑落 我跪在地上 嘶吼着大哭 我的小黎死了 他在我肚子里待了十个月 我和他见面的时间不过一周 他就这样死了 一个月 尸体就和我隔着一扇冰箱门 而我除了哭 什么都做不了 不 我不是什么都做不了 我盯着面前的落地窗 抹了抹眼泪 黑暗里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 我拉开窗子 赤脚爬上栏杆 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想要逃跑 还是想要自杀 反正不管哪种 都好过 我继续和陆月之 待在一起 冷风呼啸 我纵身一跃 就我没死 不过 三层的小羊楼 并没有摔死我 不过腿应该是摔断了 大概是太过伤心 麻痹了神经 连疼痛都不那么强烈 我拖着伤腿 一瘸一拐 连走带爬 往院子外面走 我在这个城市里 无依无靠 只有林源一个人 可以相信 我没有手机 没办法联系他 可我记得他家在哪 但在那之前 我要报警 我要让陆月之 给我的孩子偿命 我走上没有人的大街 往警局的方向 穿着单薄的睡衣 一瘸一拐 不知道走了多远 一抹眼熟的身影 出现在我面前 我情绪大起大落 又摔伤了腿 受了动 眼前的一切 都有一些模糊 但我认出了他 是那个道士 他悠悠道 姑娘 怎么搞成这副样子 我像是抓住了 救命稻草 拽住他的手 求你 帮帮我 帮我报警 有人杀了我的孩子 他窝了一声 安抚我 姑娘别急 坐下来慢慢说 我哪有心思坐下 死死拽着他 要求他一定要帮我 求你帮帮我 我的孩子被我丈夫杀了 掏空了身体 放干了血 求你帮帮我 老到醋了醋眉心 摸着胡子道 看来频道那日说的话 应验了 我想起他那天 指着我的肚子 说穷胸 却没想到 是这样的胸罩 一时有些争 他拍拍我的手 安慰道 姑娘说 你的孩子被掏空了身体 可是心肝被拿走了 我点头如捣蒜 他说的一点不差 五脏之中 心肝鼠羊 那日频道提醒过姑娘 我只是不敢相信 他娶我 居然真的是为了 给医院的女孩还养 这样不真实的是 我声音里有些颤抖 血液同样重要 你可在他身上见过一样 莫弟 出现的点点红斑 就在我回想之际 老道士人已经不见了 站在我面前的 变成了陆月之 招招 我看着他 像看见鬼一样 我一点点后退 别过来 我两手推聚在胸前 想阻止他的靠近 道士的话 犹音在尔 红点是针孔对吗 你抽干了他的血 让他喝下 他没有否认 我忍着偶艺 又问道 还有他的内脏 陆月之伸手想要拉我 我大不后退 他看我太过伤心 并没有强硬拉我 我大声吼道 你杀了他 还让人吃掉他 说完 我猛地撞开他 转身就跑 用最快的速度 跑离这条街道 很奇怪 陆月之没有追上来 我不敢自己 去家附近的警局 怕陆月之 守在那等着抓我 我往林园家跑 和他在一起 总是安全的 他家住得不远 我一口气跑到地方 上了楼 站在楼道里 我大力敲门 哭着让他开门 但没人应声 我直接输入 他的门锁密码 进了屋子 黑夜里 房间关着灯 他家里空无一人 一股灰尘味 园子 我轻声唤道 没有人理我 我以为他睡了 自己步入玄关 打开灯 灯一亮 映入眼帘的 是盖着白布的家具 怎么会 他搬家了吗 我不死心地走进卧室 然而也是一样 盖着白布 他不在 他去哪了 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一夜之间 我不能再相信陆月之 连最好的朋友 也不知所终 我回到客厅 怅然若失 心下迷茫 余光里 电视柜上 好像有什么 我没见过的东西 我一抬头 那里摆着一张 灰白相片 还有三根燃灭的箱 林园死了 明明之前 我还和他联系过 要搬到他家来住 不可能 我肯定是神经错乱了 自己是在做梦 不可能的 怎么可能一个晚上 小林也死了 园子也去世了 我在他家里 疯狂翻找着 弄乱了所有东西 找寻他活着的证明 然而 只翻找到一张 医院开具的伤亡证明 是车祸 地址上 正是我撞见 陆月之出轨的 一股脑冲进之前 撞见陆月之和 那个女孩的病房 身后的门 怦然一声 自动关河上 我却不敢动了 我怕我走过去 看到的真的是林园 但他既然活着 他父母 就不会在家中 摆放一照的 床上不会是他的 一定不是 我安慰自己 可万一是他的父母 放弃他 陆月之没有呢 我不敢想太多 缓步一动 攥紧了拳 走到床帘边上 哒 哒 哒 我听见自己的脚步声 我犹豫着 害怕着 怕我最信任的两个人 一起背叛了我 但我更需要一个真相 今天晚上的接连刺激 我就快要被折磨疯了 我下定决心抬起手 哗的一声 拉开床帘 看到床上躺着的人 我像被人一棍子 打在头上 脑中嗡鸣 床上的女孩 安详地躺着 双目自然合上 长节的阴影 垂落在脸上 呼吸均匀却微弱 床上躺着的女孩 和我有着一模一样的脸 或者说就是我 我呆傻站着 身体僵直 病房里的窗没有关炎 夜里钻进风 吹动我旁边的白色床帘 我怎么也想不通 这究竟是为什么 也许接二连三的打击 我已经忘记了如何思考 大脑只剩下一片空白 这真的不是梦吗 是梦 对吧 我只要醒过来 一切就消失了 陆月之没有杀了我们的孩子 他也没有被吃掉 园子也没有死 风又吹过来 我望向半开的窗 好像有一个声音 顺着风对我说 跳下去 下去 跳下去 一切就结束了 跳下去 我一是回笼的时候 手正摸在一片冰凉 上 双手已经撑在窗户上 即将迈出一条腿 疏地 身后有人叫我 姑娘 跳下去 你也死不了的 老道士站在我侧后方 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过身的 也不知道怎么开口说话的 我的大脑像是已经被麻痹 无法控制自己 为什么 老道士往前击步 看看床上的人 又看看我 不急不许对我说 你不知道 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我清楚什么 我嚷道 我不敢承认那个事实 但老道士并没有留给我喘息的余地 他一句一句地缓缓道 你最近 除了陆月之 产婆 有和人交流吗 没有 一年以来 除了老道士 我再没和陌生人交流过 我不甘心 大声反驳道 陆月之囚禁我 我当然没办法和人交流 这能说明什么 老道士叹着气摇头 像是很无奈 你打出租车来的吧 师父问你要钱了吗 没有 我攥紧了睡衣的下摆 穿着睡衣跳下来 我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你那天在医院里遇到的小护士 手是不是特别凉 皮肤是不是特别白 我猛然看见 小护士就站在他身后 正在微笑着看我 只是皮笑肉不笑 有些甜静 又有些诡异 老道士还在说 你和林源 是如何联系的 你跑进他家的小区 有人拦你吗 你来医院有人拦你吗 我和林源打过电话 他有主动打过给你吗 没有 陆月之和你在医院里争吵 有人围观吗 是无人在意 还是根本没人看得到你 你摔断了一条腿 是怎么逃开陆月之 跑到这里来的 我捂住头 大吼道 别再说了 老道士扯了扯唇角 悠悠道 姑娘 认清现实吧 看看窗子 你有影子吗 我颤抖着睁开眼 面前就是窗子 没有 我没有影子 从卧室跳下来之前 我就注意到 落地窗上 我没有影子 我以为是我受了打击 精神失常 我全身失利 抓着窗户边缘 勉强维持住站姿 你坐月子的时候 吃的都是什么 老道问 这是我最不愿意承认的事 因为我 小黎死了 我吃了我自己的孩子 我任命一般 苦笑着喃喃道 我死了 不仅死了 还吃了自己的孩子 老道士摇摇头 徐徐扶了扶胡子 不 还没死 不是躺在床上的吗 我望向床上的自己 嘴上戴着氧气罩 手指上加着心滤气 病房里回荡着 我的心跳频率的嘀嘀声 陡然间 病房里又走近一个人 是陆月之 他进门 深深望向我 我也回望过去 眼泪不争气地滑出 他没有害我 也没有背叛我 从始至终 都只有我 他回过头看向老道士 质问道 你都和他说什么了 我不是叫你不要靠近他 你为什么不听 老道士不慌不忙道 贫道告诉过你 如果他一直不配合 事情就成不了 我从来没见过陆月之发 这么大的脾气 他怒道 如果不是你那天去找他 和他说一些有的没的 他怎么会怀疑 老道没有对他的怒火 生气 欺了一声 不肯承认自己错了 道 是陵园那小鬼 让他误会你 导致他不配合 我本想着给他点启发 谁知道他反倒会错了意 根本没理解 需要还阳是他自己 陆月之脸谋 隐忍着怒意 又道 那现在呢 你为什么又要告诉他这些 老道士不疾不徐 偏向我 我知道 你不想他自责 什么都自己当下 不肯告诉他 可这样下去 他越来越抗拒 就越难施法 贫道倒是无所谓 可你的心血 就要白费了 倒是不再看陆月之 转了个身面向我 又扬了扬下巴 指向床上的我 离附生可就差一步了 怎么样姑娘 要回去吗 我双眸腿迷 疲惫得千奇唇角 我以为自己 看并没有 回去 我还回得去吗 初始那天 是昭昭的生日 也是我认识他以来 陪他过的第一个生日 昭昭说 从小到大 都没有人给他过生日 就连他弟弟吃腻的生日蛋糕 他也只能分一小块 算是过生日 但很甜 他很喜欢 我的昭昭 那么恶劣的家庭 居然养出这样好的女孩 在昭昭眼里 他认识我只有一个月 可他不知道 我望着他的背影 已经有十年了 我是父亲的私生子 从小有母亲独自抚养长大 性格孤僻 第一次见到昭昭 是我又一次跟人打架 我没什么朋友 看着就很好欺负 几个高年级的 想从我手里抢钱 我没给 也没跑 和他们打了起来 我打架不要命 个子也算高 他们怕真闹出事 就跑了 留下我浑身是血 坐在路边 认识昭昭 捡到了我 对于那天的我 说他是天使 也不为过 他小心翼翼地靠近我 问 你受伤了 疼吗 我没吭声 不想人打扰我 冷冷扫了他一眼 又低下头 我想这样 他应该就会害怕 就会逃走了 但他没有 也没有询问 我受伤的原因 他只是蹲在我面前 拿出书包里的 点酒绷带 帮我处理伤口 他似乎常戴着这些 他握着我的手 一点点擦去凝固的血块 很软 很白的手 很软 很软 可是上面有很多疤痕 那是冬季 上面还生了洞窗 他以为我比他年纪小 还对我说 吹一吹就不痛了 你小小年纪 怎么还打架呀 我一直没有出声 只是盯着他看 他很漂亮 长长的睫毛 一眨一眨的 像是蝴蝶的翅膀一样 吸动 眼睛亮亮的 像小鹿 伤口处理到一半 对面忽然走过来一行人 是那群高年级学生 又找了更多的人过来 六七个的样子 他看到过来的人 给我上样的手都一颤 缓缓站起身 我以为他害怕了 会走 可他再次留下了 他站在我前面 一直等到那几个人走近 然后 他突然掏出书包里的啤酒瓶 砰的一声 在墙根敲碎 他指着那几个人道 不怕死的就给我过来 知道我跟谁混的吗 我在他后面弯起唇 装得还挺像回事 几个小混混 还真就被他唬住了 不敢往前走 为首的老大觉得丢了面子 骂骂咧咧往前走 哪来的小姑娘 要不要哥哥陪你玩玩 他是真的不怕 手一滑 在他胳膊上 滑出道口子 见血了 他没有露出害怕的神色 仿佛他经常见到 更血腥的场面 他拿着啤酒瓶 对那一排南海比划 来 谁还想试试 他带着一种烂命一条 一起下地狱的语气 人被他吓跑了 他没有很开心 他在地上蹲下来 看着一地的啤酒瓶碎片 伤心又不安道 完蛋了 我的酒瓶 我爸说让我还去小卖部的 还有押金呢 这下完了 我从兜里掏出钱递给他 他没接 摸摸我的头 没关系 用不了这么多的 我去垃圾箱里捡一个就好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 说着 他就跑走了 那天之后 我怕那几个人 在找他麻烦 每天都在那个路口 等他上学放学 跟在他后面 他很敏锐 第二天就发现了我 他以为是偶遇 觉得很有缘分 和我谈天说地 也会说难过的事 他说弟弟在学画画 很羡慕的神情 说自己读完初中 九年义务教育完成 父亲就不想再让他上学了 大概就这样一个月 我父亲找到了我 要带我和母亲离开 我不同意 死活不愿离开 父亲从司机那里 知道了招招的事 他答应我 只要我乖乖听话 他就资助招招上学 那要让他可以学话 我说好 父亲答应到 于是我跟着父亲搬走了 再见到他 是十年后 他认不出我了 不过没关系 我认得他就好 相处一个月 我就迫不及待 向他求婚了 没想到他居然答应我了 他应该也是 有一点喜欢我的吧 我想 我想补偿招招这么多年来 所缺失的一切 过生日时 我亲自学做生日蛋糕 这样他想吃什么口味的 我都可以及时做给他 甜甜的 他最喜欢了 招招没有看过海 我决定生日那天 带招招去林省看海 他希望好朋友林源和我们一起 虽然我很想 只有我和招招两个人 但我还是同意了 只要招招开心 林源看到我的车 欣喜若狂 说他第一次见到这么贵的车 问我能不能让他来开车 我犹豫片刻 望向招招 他让我答应 我当然就答应 也许是林源和我的车并不熟悉 也许是车在音乐放得太大声 路上出了车祸 我昏迷一个月 最后居然活了下来 可是林源死了 招招成了植物人 只有我还活着 我不该带招招去看海的 我不该和他相认 不该娶他 是我 是我害他躺在病床上再也起不来 我呼唤着他 可他再也听不到 那段时间 我总是在喝酒 喝得昏天黑地 昼夜颠倒 想要自我了结 可招招没死 只是再也醒不过来 我舍不得离开他 喝到精神迷蒙 幻觉里 看到招招就好端端在我身边 保姆被我打发走了 我只能自己出去买酒 迎面走过来一个道士 他说我日主强旺 是逢凶化级的命格 我笑笑 他说的还有几分道理 三个人出车祸 只有我活下来了 他说完 拿出一个二维码 五十 扫码还是现金 我没理 醉熏熏问他 那你知道 该怎么让没有死的人 复生吗 倒是咪了咪双眸 随即轻笑了声 把二维码牌子收进口袋里 那天云高风轻 我和他对面站着 看着他游刃有余地笑 我连日来的混沌 一扫而空 我知道 招招有救了 我最终回到了我的身体里 陆月之的努力就全白费了 不仅如此 他还会遭到反噬 我可以死 但我不想让陆月之受伤 于是我麻木地配合他们施法不振 最终得以还阳 我也搞清楚了一些 陆月之和老道士之间的事 他给了陆月之一种香水 让他喷在房子里 就能看到并且困住我的魂魄 把香水喷到下体 他就可以和鬼行房事 让我生下孩子 我不是人 所以我的孩子也不是鬼生下的 是鬼胎 老道士告诉他 只要我吸收掉 小离身上的阳气 再借住法术 就可以让我还阳 阳气转移的办法 也很是简单 粗暴 吃掉小离的心脏 肝脏和血 就可以了 所以陆月之 才瞒着我一切 没有告诉我 他怕我崩溃 怕我不答应 如果告诉我 我怎么会同意 吃下自己的孩子 即便他是鬼 我宁愿让这个孩子 从来就不存在 也不愿意生下他 再吃了他 可对陆月之来说 一切好像都不重要 他为了让我复活 可以付出一切代价 就比如那瓶香水 我没猜错 那香水致命 但不是我的命 要的是陆月之的命 而陆月之自己 一直都知道 他遇见老道士的 那个下午 老道士就对他说 能救我 但这次 不能扫码 不能现金 得要一些最珍贵的东西 什么 只要我有 陆月之道 你的命 这些不是陆月之告诉我的 他希望我无忧无虑 什么也不知道 是铲婆 不 应该说是老道士的师妹 我和陆月之出去逛集市 偶遇了他 陆月之去给我排队 买堂人 让我在椅子上等他 安姨就是这时候过来的 他见了我 开口便道 其实我之前还劝过小伙子 不过看到他这么开心 少活几年也值了 他看到我愣住 才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在我的逼问下 他只好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 当然 他也收了不少钱 他说老道士帮忙 是陆月之用寿命换的 他没多少时日了 我又问了他最后一个疑问 我为什么能和陵元通电话 他执念太深 残魂附在你手机上 怕你孤独 我气笑 又难过 又觉得荒唐 人都死了 执念居然是回我消息 安姨走后 我看着陆月之在队伍里 回头朝我张望 温然一笑 我看着那笑容 心里忽然空了一块 我的孩子 被我吃掉了 园子也走了 现在 就连陆月之 也要离开我 我在乎的人 在乎我的人 通通不在了 我呢 我要怎么活 陆月之 你告诉我 我留着这条命 要做什么 我很想质问他 然而我什么都说不出口 我弯起眼角望着他 望着他拿着唐人 笑容满面 跑到我身边 他指着唐人对我说 招招你看 这个像不像你 他买了两个 我点点头 拿过他手里的 另一只唐人 那这个就是你了 他刮了下我的鼻尖 当然了 就算是做唐人 我们也要做一对 我张嘴咬在唐人上 他问我好吃吗 我在笑 笑意很浓 凝望着陆月之 眼睛里好像起了水雾 模糊了陆月之的身影 仍不愿意一开眼 很甜 那就够了 他说